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护理我儿子的医务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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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 就在医院治疗到抢救 我们都没看见 好遗憾不要看 尤其他这个成癌病 往骨灰暂时先祭祀呢 因为他他媳妇还没在这边 我儿子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 往我儿子那时候都发现出 这个武汉情况不好 就给孩子送他姥姥那边去了 他姥姥在乡养 我儿子媳妇和孩子一直在那边 在他妈家待着 我们二老在这边 他们现在感觉还好 还没发现什么 我们身体展示还好吧 我们也是得上这个肺炎了 刚出院几天 我和他爸都治愈了 可惜孩子孩子没挺过来 34岁 非常有潜力 非常有才华的孩子 不像人的灰撒谎灰的那什么的 都是终于职守的人都 六月份马上就给分联了 你说咋办吧 这个家是不是破碎 现在就什么情况 也得扛作关键 家里亲人谁也过不来 就我们两个在这个艇子呢 出少个人给我打过票 都是陌生人 要给帮助来 要给捐助什么的 我说我们都好 不谢谢你们的 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打算啥 我打算啥 在这一步 我打算啥 我打算啥